转转的时候都是往一个方向 或者都往内转 或者都往外转 相对来说比较单调 而且逃风的头 里边呢 它不会有一个什么 不会有一个撑的感觉 所谓撑的感觉就是什么 我们想要它 比较 就是说 一个往转 一个往右 不规则转的时候 里边呢 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空气感 会有一个脱的一个感觉 好 我们现在做一下 那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后去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直接的 先从点下来 直接的取一个横的一个 分区的取一个横向的 一个分区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头呢 给它伸顺 把根部这个部分呢 稍微的带一下 带一下的时候要顺速 那么的话呢 头盖本身这个电棒的热度呢 会同一 在我们这个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压出印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后部的头发呢 横向转就可以了 那这样呢 我们后面这个部分的 转曲的弹性呢 相对来说呢 会要紧一些 好 到这个部分 稍微的顺下来 那我们后面这个部分呢 不要转的太高 那大爷的话 要跟着我们前面这个 起始点这个转曲呢 要跟它有一个连接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转曲呢 前面这个转曲呢 跟我们这个转转的 曲向也是不同的 那一般鼻子 还有眼角 还有嘴角 还有我们下额 是我们整个的设计 发型的一些长度的标准 所以说我们转曲的开始呢 要关聚到我们整个 脸型的一个舒适 也就是说 你从不同的地点来开始 那我们这个脸型 它也是跟着 不同的一个改变 那好 之后呢 把后面的头发带过来之后呢 看跟前面的 也就没有一个连接 也就是说 不要转太多的转 只要稍微有个落差 这样的话 你这个线条 就是比较清晰的 好 我们接下来 取第二句 这个时候呢 我会把这个 整个的一个头发 要往前带 而且要前 向前倾斜 15度下 做一个向内 后的一个转曲 这个方法 而且这边头 会提拉起来的时候 尽量不要往下提拉 平行的提拉 或者说 角度稍微大一点提拉 都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i go i go i go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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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